各位一次旅行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史丹麗 我去旅行一定会带来的东西 一个是凉爽的喷雾 然后一个就是泡泡澡 因为我通常会去比较热一点的地方 所以像这种 这个喷雾是可以让你的衣服变得更凉爽的东西 所以你飞在衣服上的时候你的身体就会跟着凉爽 然后再来也是因为你知道就是出去旅行的时候 有时候住的饭店啊都会有浴缸 然后有浴缸的时候真的就要好好善用 所以有浴缸的时候我就会去买这种泡泡澡的东西 可以那个比较梦幻一点的 当然拖鞋是一定要的 出国就是要放松 所以那个对我来讲 只要可以穿上拖鞋的地方就是很放松的 所以我出国一定要穿拖鞋 最后最重要的当然就是相机 对我通常会带两台相机 一台就是数位相机 一台就是拍立得 拍立得是我个人来讲是比较 给白一点的东西 是个人的喜好 就是有时候看到一些比较特别的东西 或者你要送人的时候 然后就可以用拍立得拍 就还蛮特别的 把门应该还蛮好用了吧 重点还是要自占 然后大概就是像那个 我在冲绳的线缩里面 就是我去冲绳的时候 都是会开车到处跑 然后没有什么贵 就过去过去的计划 这样就很自在 非常的好 应该是那个去 瓜地马拉跟沙拉瓦多的时候 毕竟在台湾应该很少人去过那种地方吧 我记得还有一次 我去当地的夜店玩 大家突然要找我合照 为什么 因为真的可能亚洲人会很少 他们觉得很新奇吧 所以大家来找合照 哇像巨星一样 感受旅行的美好 就在一次旅行